农业农村部负责人昨天介绍 中国将推出六项举措 平复猪肉价格保障市场供应 包括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 保障种猪载猪及生猪产品 有序调运 持续加强非洲猪温防控 加强生猪产销监测等六个方面 并明确提出猪肉的自给率目标 保持在95%左右